大家好 這條片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賽馬心水 來近6月9日星期三的跑馬的夜菜 全日馬膽半冷精選 分享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大家適合心水 就可以跟一點點 給個like 讚好這條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次就先講一講我的全日馬膽 選了方家拍馬房的馬 第三場賽事四班千二米 抱歉 在講馬之前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來近2、3、4都是下雨 尤其是3、4都是說會有下雨 甚至乎是雷暴 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我一個天氣狀況 下雨的話 可能都是內疊或者前面小的馬會好些 大家要留意這個天雨狀況 好 先講回這場賽 第三場賽事四班千二米 選了這隻5號的冰雪奇雨 這一匹馬就原本是賀爾馬 然後轉過來方家拍 上次第一次轉倉初出跑 結果一來已經跑得好 跑到第二名了 那場賽事我覺得這隻馬 賽前其實我有點看不起他 因為我覺得在方家拍 好像做得不太多功夫 而且本身這隻馬 我怕他會慢閘 他本身有出閘的毛病 有時候會慢慢 所以上次我就沒有選 誰知道上一局出閘的正常 也可以在第五位 入到直路追得挺厲害的 那場賽事我覺得他的表現相當好 尤其是這一匹馬本身來說 都是第一次跑谷草 跑跑馬地 應付急彎其實是有難度的 但是這一場賽事 這一隻的冰雪奇雨 也是跑得挺好的 這一場就是上一次他跑的四班千二米 因為入到直路他都兜了一個很大的彎 飛到最出這樣跑的 回到來他都追得很好的 而且這一匹馬其實走規都不是很順 因為他入到直路 這隻馬都有點耐閃的 回到來你看到他 逐步逐步追上來 追得挺好的 這場賽事對手我覺得挺強的 外面蝦餃燒賣 最出了一隻電訊火箭 其實都是四班我覺得 這個賽事挺硬的馬來的 所以這隻冰雪奇雨 所以這場賽事輸給這兩隻馬 我覺得一個表現挺好的 這次再跑這個同程同班 也是同場地的賽事 有個長路程經驗之後 這隻馬如果再跑 這場對手我覺得少了一點 應該會繼續跑得好 最重要的就是 這匹馬曾經有過慢閘的毛病 千萬不要再慢閘就可以了 只要出閘順利 這匹馬的閘相準的話 這場賽事有權跑得好 這匹馬始終都是方家拍 轉倉 他也是打算快些交代的馬 而且既然這些馬都是 貴尾賀然轉過來 又可以作為爭冠軍的籌馬 就不會和你省省 或者等下季 一定和你搏 其實這次賽事 我會覺得沒有太多馬中夷 只不過可能跟著一些馬房 跟著一些爭冠軍的馬房 鬥志鮮明一點 我覺得是會較為理想一點 所以這隻的冰雪奇雨 這次排了一個三檔 繼續好跑 還有這匹馬 既然上次步速這麼快 他都可以守在第五位 這場賽事的步速應該更加慢一點 他又理應可以守得更加前和輕鬆一點 這場預計得多姿多才會帶頭 步速應該會是偏慢的 如果遇上一個步速偏慢的賽事 都是理會一些跟前守號位的馬 那冰雪奇雨這場賽事 只要出閘順利 守回一個好位 那就會跑得好 現在為什麼我這麼強調出閘順利 因為上個禮拜 我對星夢帝國大流閘 我都是有點創傷後為證 怕了一點 所以希望這隻Echolson拜佛出閘順利 這場賽事 我猜他也挺大機會跑得好 那就要這隻馬做全入馬膽 好 半眼星選到了 這次也是選了另一匹方家拍馬房的馬 這隻馬我覺得不會太熱 因為排一個大外檔 就是第九場賽事 三班千二米 這場博了一隻二號的星雲藍雀 星雲系的馬最近都相當忙 星雲名雀又贏 星雲紫雀剛剛有贏 所以這個系的馬 這件菜衣最近都很旺 這一匹的星雲藍雀 其實他就是一隻 我覺得他三班都超超的馬 這一場適逢是一場85分上限的三班賽 他就平著83分 剛巧又可以跑到這一場 預債一些弱一些的三班對手 我覺得他又可以吃少級數 因為外檔的關係 再加上重磅 那些人會覺得這一場很難跑 只不過我細心看回 這一場預計都是一場幾快步速的賽事 紅運飛鷹會帶頭 另外就是運利多會快 好眼光都是一些快馬 還有任何家兄都會走 變相這一場賽事這麼多馬 會帶頭 我相信早段的步速會拉快一點 拉快一點再加上去到尾的場次 最後一場 如果那天真的下雨的話 內蘭的場地我相信踩到熔熔爛爛爛的 反而可能推出去中間或者外面 想要追會有些好處 我不是很擔心這個十二檔 老實說 因為他也是預計了 縮在後面 立心踩 然後進到直路追 老實說 莫爾拉以他的騎攻 要踩的一定踩到 想贏的一定踩到 尤其是這一場 補速拉快 除了對後上馬有利之外 還有一件事有好處 補速拉快一點 馬裙拉散一點 令到這隻星雲藍爛有權 可以買來 所以這次也要了他 這匹馬其實 我覺得他在後上也是挺厲害的 追勢挺厲害的馬 因為他在今季545場次 這場的第十場賽事 他又 這場贏的又好 韋少寶 第三的 標之未來 第四的 首度回來 根本這場賽事是大利前面的馬 走得快 好世界 但這隻星雲藍爛 在後追上來 也跑得好 證明一樣 這匹馬其實是有能力的 上一局 怎麼跑得較為差 其實上一局 我都看不上眼 因為那場賽事 他在休後復出 也曾經在上次賽前功夫 所以上次跑得不好 就當熱身 因為那場賽事 是有點缺陷的 這次熱身之後再跑 我就安心很多 因為其實方家柏 如果你說在今季季內 是透過泥 他通常 跑一局再跑 名次是會提升的 譬如說 捉金王 大純威 還有那一隻武士精神 我相信這隻星雲藍爪 都是類似的情況 其實也不是方家柏 還是其他馬房 所有馬都一樣 九優復出 跑第一局 就當熱身 跑完一局之後 狀態應該會有所提升 這次是星雲藍爪 因為這場賽事 有多好跑 而且 你媽媽 是對著韋小保鏢 未來跑得好 這次轉圍谷草 是預札弱點的對手 再下三班 我就會覺得更加理想 這匹馬其實 似乎在這班 是有些好處 再加上 會是轉圍谷草 這些小隻馬 應該會應付到 其實同庫馬 很多馬 跑谷草 沒問題 所以這隻星雲藍爪 這次都可以拖 好 有些邊線籃 大家可以要 頭場賽事 五班 2200米 因為剛才兩隻 都不是十倍以上 好分的馬 這次 片尾補多一隻 好分的馬 就是頭場賽事 五班 2200米 這場 搏下三號的威力爆發 因為這匹馬 這次 我覺得他真情跑 挺合適的 這隻馬 他也是一隻 大長途馬 而且是均速馬 你看到他今季 最好的一場 跑五班 曲操 1650 其實他沿途 貼著彈 直路一步不洩 回來跑到第二 毫無威脅 那場賽事 值得看 值得看 反映這匹馬 根本毫無加速力 而且他似乎是跑2200米 會更加好 看看這場賽事 紅色箭咀灰馬 仔王三 就是一隻 威力爆發 這場賽事 沿途守住 一個貼欄的位置 入到直路飛出來追 對手挺強的 因為贏那隻 天衣無縫 第三隻 喜晉龍 都是再出之後 跑得好的馬 而頭三名的馬 是彈甩後面的馬 所以這場 我想頭三名的水準會比較高 威力爆發 完全沒有加速 收窄不到跟前面的距離 很明顯看到這隻 根本是很均速的馬 所以我預計這隻馬 真情是對的 再加上看血統方面 母線那一邊 其實都是贏2400 以及母線那一堆的家族成員 很多都是一里滑以上 甚至贏跳難賽 很明顯一件事 就是這些馬 根本 再加上模式 是灰馬 就像武器那邊 這次 應該真情會適合跑 最壞的就是 排了10檔 不過不要緊的 國能這些10檔 如果組斷肯積極一點 賣到二碟 手前二三位 我想他會挺好跑的 另外一件事 我也挺喜歡這一匹馬 這次就是 一來加了一些磅 升了一些磅 排位體重 小顆子升磅 我覺得好事 二來今次賽前 其實都做足事來跑 高拍身的馬 也很少彈雜 這次賽前 足到足 跳到足之餘 再做一課彈雜 我覺得這一匹馬 做得不錯 最重要是 克服到外檔 賣到二碟 其實這場賽事 是一隻較為年輕的馬 而且潛質 都未被人看完 反而很多馬 在這場 那些五班馬 真的被人看完 或者緊張 都跑得很適合 既然大家都是 例如四五的 都是沒有路程根據的 那三都是 那不如你搏一下 這隻三 起碼有賠率先 還有 他是 總統之聲 都是一些 全見的馬 威力爆發 我想這些僵口 不是很敏感 而且他還有些 潛質 未見到 因為他沒有一點用過的馬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這次就有幾個有利條件 希望國能可以賣到二碟 幫這隻馬 就跑近 跑兩三名 我覺得會好一點 贏就未必到他 因為我覺得這個 馬主也挺運氣的 那隻的活力爆發 轉到荒仔道 又有血 然後其他馬 都很久沒有贏 所以我怕賽衣 難贏一點 不過跑兩三四名 他應該會挺好分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這個就是我今次的心水 另外就加多隻 就是好分一點 10倍樓上的馬 邊線馬 那就是頭場賽事的3號 威力爆發 好 這條片講到這裡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 因為今次都難搞少少 看了久少少 所以遲了些出 那不好意思 希望中 那接下來的賽事 又提醒大家 跑九場賽事 也都是 但是呢 跑完這次菊草 下個禮拜 就跑英國馬 那所以就下個禮拜 沒有菊草賽事 那就 這次的馬呢 其實就實力比較平均 都是難度一點 那希望就幫到大家了 好 這條片講到這裡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 有興趣的話 按下我訂閱 按下我訂閱 就追蹤我的頻道 這次要誇一跳